全民的愚蠢总是招来权力的无耻 身为全民最大党的老百姓们 奋起吧 欢迎笑看全民最大党 1 2 3 4 赞王李 明镜党 郭达明 国民党 杨宁伟 台链党 建议 王立成 全民党 桑香党 Shut up Thank you 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 旁边的是台湾的第一美女林志玲 大家好 我是真的好久不见的志玲哦 欢迎收看全民最大党 全民做老板 全民做老板 大家好 今天是由我来当主持人 我很感谢王伟中你们口中的伟中哥 还帮我开了一个节目叫做谁是接班人 当然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是礼拜天早上冷门时段 没人看我们投资 但是呢 真正能够做到大企业家 真的要看这个节目好不好 希望我的传承能够让社会更进步 谢谢大家 好 好 那么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题目呢 也就是啊 阿扁总统说 小马哥没有LP 没有Gas 怎么选 在台湾当总统 要有什么样的LP 这个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 我实在是在谁是接班人里面 没有用到这么粗俗的字眼 但是今天为了配合你们节目 LP 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Gas 反式 6600108 66008 221 随时可以发表你们的意见 第一位我们要介绍的特别来宾 他是在可以说人家的工上半部 他是在少林寺专打下山路的 这是我们政坛的狠角色 李瑶大师 大家好 我是李瑶李大师 12212 我是狠角色 这个首先郭董啊 我非常尊敬你的 但是你别乱讲话啊 你要讲错我还是会告你 什么叫钻工下山路啊 我正要讲啊 我常骂人家王八蛋 但我能证明人家是王八蛋 现在LP哪来的 是陈唐山这LP部长讲出来之后 大家常把LP挂在嘴上 我们知道啊 这个嘴长在脸上 你又把LP挂在嘴上 就满脸都LP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上帝造人是有逻辑的 LP为什么要长在裤裆里头呢 为什么不长在脸上 你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长儿头上呢 因为 因为他又不是怪胎 不是 你不懂啊 真的 你们就没研究了 LP如果讲在头上 男人会看不到路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龚下山路是陈唐山部长 不是我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我们民进党立委徐国勇 好 大家好 我是乐趣味永 什么事都懂民进党的立华委员 许国勇 我觉得李大师很奇怪 人公只是自我介绍而已 你讲的已经切入到主题了 所以比较少上节目就是这样子 其实对我们整个台湾的 等一下 我是最强项的 等一下 我说一句公道话 你们两个还不常上这个节目吗 对啊 但是比较不懂得节目逻辑的 或破坏人家的节目 那先不要打断我的节目 我要讲一句话 对于台湾的政治的无奈 我现在已经造了心灰意人了 有人说过一句话 他说 我读书呢 是我爸爸的意思 我娶老婆呢 是我妈妈的意思 我要生孩子呢 是我老婆的意思 你自己呢 我一点意思都没有 是怎么让我们台湾的老百姓 会变成为这个样子 只有民进党执政的 才能够让我们台湾人走向对的路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国民党的立委朱凤芝 谢谢 哎呦 大家晚上好 我是现在流行什么 就跟着流行什么的 国民党籍立委委委员朱凤芝 现在流行什么 现在流行动不动就说什么 你的LP 我的LP 哎呦 真是啊 好不文雅 一国之尊 一国的总统 怎么动不动就说 怎么你有LP 我又有LP 这个真的是 你身为英国的国家的这个领导人 总统 你不要动不动就靠开心 这样子你自己的孙子 你这个孙女以后动不动 你说 嘿 阿公 你的LP这样 多难听 好 接下来要介绍的 这个常常在镜头前面放电 是广播的主持人 余美美小姐 耶 大家好 我就是广播名嘴 同时也是深入蓝营 在蓝营当中杀出一条血路 人如其名的余美美 我想大家在看现在这一段画面的时候 要小心不要被电到了 因为我是 天生一双电眼 就算不放电的时候也在漏电 我希望旁边这个高八度高分贝的 这个非常噪耳的委员 放电我也会 我相信这个画面可能看这边 你会觉得有伤到视网膜 看这边就有保养视网膜的作用 对 我相信呢 今天的主题非常重要 很多事情不是不能面对 但是呢 要把它大声地讲出来 才能够找到问题的癥结 哪个女人 也许像您这样的姿色 比较不了解LP吧 但是像我这样的姿色 男人要追得上我 不但要有Guts 当然也要有LP 所以当总统跟要追求我 其实都是一样 要是绝佳的货色 谢谢大家 好 很好 今天我们请来的特别来宾 每个都是一时之选 都是相当有LP的 也相当有Guts 我是配合今天的主题 才讲这样的话 当然我这个至军严谨 在企业界是相当有名的 我这个 所以说魔鬼藏在细节中 只要把细节掌握好 就是企业制胜的关键 我也是在谁是接班人里面 讲得详详细细的 虽然是冷门的时段 但是请看一下 把那一个片段 剪来这个节目中间来播 也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说 阿扁总统说 小马哥没有LP 没有Guts 怎么选 在台湾当总统的人 要有怎么样的LP 我们希望大家来讨论一下 我 6600108 66008221 徐国有你先来发表一下 大家真的要能够了解 其实你本来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本来就要有LP 本来就要有Guts 你如果没有LP 没有Guts 怎么样去领导人家呢 而且啊 我觉得国民党 他们长久以来啊 会把人家取决人家的意识 他不知道台湾有一种猪蜜 叫LP 说是什么 诈小孩大岁 怎么诈小孩大岁 那并没有嘛 在我们这个 现在外交部长 以前外交部长 陈唐山 就是现在的国安会的秘书长 他之前就讲过了啦 新加坡那个国家 一家在碰阿公的LP 他就碰什么意思 因为阿公他本身很强势嘛 一些附近的国家 惊喜到阿公的时候 怕阿公会在国际上打压他们 他就去碰人家的LP啊 我们自己就在台湾 如果自己不强壮起来 那把LP不强壮起来 我们的一些邦交国 什么要扣我们的LP 我告诉你 这LP已经是 媒体帮你们美化了 本来你们讲得更粗俗啊 你敢讲原来的版本吗 你敢讲出来吗 我觉得啊民进党 他们每次为了这个选举 都会创造一种 很低俗的选举语言 大师啊你最公平 你也听平理嘛 是不是 每次他们就是故意要发明 那种很低俗的选举语言 来来博取一种很低俗 很讨厌的那种选票 但是不要脸到家了 不好意思啊 你弄这个不要脸 我希望你能听听我说的 我说这位委员 你说LP是不要脸 说总是呢 在创造一些不要脸的选举文化 对 不知道是谁嫌我们不要脸之后 又马上跟着我们屁股好 一下什么都要选我们的 你说LP 你们没有用过吗 你们之前要设立地下电台 来搜索什么赶羚羊之声 被批不雅之后 立刻改成LP之声 有没有 有嘛 有 而且你们还是学我们 你们能不能不要脸 连创意都没有 有 真的是你们还有个什么 他嘛的就是爱台湾的文宣 是不是 有 这个就没有交换小孩 八百嘛 贏忧嘛 所以啊 各位啊 李瑶你大师一句话就没有了 你看他明镜头的进入 就是不喜欢人家在后面跟着 你等一下 你这样讲好像李瑶没有LP 他本来就没有啊 他有吗 你讲一下 拿出来啊 专打下山路了 对不起啊 你想啊 能有LP我不需要现在拿出来啊 你要讲出来啊 我已经有小孩的人 你懂吗 你回忆路回忆路 那张照片 对对对 那干什么啊 我每次拿回忆路啊 今天不管蓝的还是绿的 他们只要扯到选举 好像都把这种LP过来嘴边 下山路才是他们在走 不是我走的路哦 谁有LP 台湾总统要什么样LP 我告诉大家 台湾的总统已经不用LP了 他不用负任何责任 他已经做任何事情 他不用负责任的 在台湾真正还要LP的 哪几个行业 我可以跟大家分析 第一个 做业务员的 他需要有LP 为什么呢 他一定要厚LP 就是厚脸皮 有没有 他必须要厚着脸皮去拉业务 他才能够生存 这很难得的行业了 现在没几个需要LP的行业 我再介绍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需要LP的行业 是企业家 经商的人 为什么呢 他们需要常常啊 如果一发生什么风吹吵动 他们就准备要LP了 什么意思呢 他们就准备要落泡了 这些落泡了 那另外呢 有很多政论名嘴啊 他们也是需要LP 才能够生存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L是在放P 有没有 老是在放P 他们在这个节目上讲话 都不负责任 跟我是不一样的 另外 范绿的政客 他们常常喜欢搞LP 什么意思呢 他们喜欢搞圣火的Lupal 圣火LP 你懂我意思吗 还有呢 台湾现阶段的政府官员 当官的人 他们常常会怎么样 也跟LP有关 他们常常是开利多的支票 跟LP有关的支票 但是通常不会兑现的 那至于呢 台湾的总统 为什么说不用LP 因为呢 他做事情不用负责任 怎么说呢 比方说他的LP发生事情了 不是 当然不是他那个LP 是他的老婆发生事情了 他可能因为这个涉嫌贪赌 因为发票的事件 结果呢 他呢 还在那边口水乱LP 乱喷 有没有 口水乱喷 然后呢 帮他辩解 但他没有负责任 没有想过要下台 而且他的教育部长 打瞌睡 挖鼻屎 他的新闻局长太好动 太过动了 但是他仍然LP到底 也就是利捧他们到底 利捧到底 台湾的老百姓 已经吓得皮皮串了 现在吃饭都吃不下了 然后菜都买不起了 大家觉得怕死 怕到别死 但是他还有一副 那个老子不怕的样子 就是老子不怕 LP的感觉了 你懂我意思吗 这就是台湾的总统 台湾总统不用负责任的 就是这么简单 谢谢 好 谢谢 那当然呢 这个今天啊 特别啊 从大陆啊 把这个林志玲找回来 他也算是 应该算是有LP的 就是说你胆识很好啊 这个大家都公认你是美女嘛 你是不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担当啊 可以让大家做个参考的 其实呢志玲今天很高兴哦 有一个网路票选活动呢 就是要选有LP的老板 虽然志玲不知道自己有没有LP 不过呢 自己都不知道 让你来上节目干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指的LP是什么 就是GAS 有GAS 那相信志玲一定有的 而且志玲还上榜了 而且还不小心赢了 郭董一个名字呢 所以说是 这个有才能的人就是要恭维他 他是有大LP的 有大GAS的人 好 那么谁是最有大GAS 最有大LP的呢 我相信啊这个中国啊 这个五千年的历史 最有大LP的 应该是属于练九九神功 正宗的传人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这个 音调神功的孔师傅 还有斗徒弟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欢迎 是吗 我就是民阵江湖 孔师傅了吧这个帝王神功 我是98代的传人 相传在东汉汉文帝的时候 太监无意中发现的 他有没有快感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练这个功夫 一定要帝王 为什么后宫家里有三千人 信不信这样 你身体如果不好的话 套句实话说 你拜圣 这怎么对得起你后面 三千多个乡亲父劳 对不对 这大姐头 他能够过立即吗 今天话不多说 今天的题目是讲没有LP这个事情 没有LP 就像旁边这一个家缝 是不是 一脸衰相 九九帝王神功 希望大家来练习 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音调功 音调功就是一个大麻绳 很大很粗的麻绳绑在 这没有关系啦 绑在上面 每天练 我是怎么练的呢 铜盘 铁盘 到最后拿铁笔 有没有牵球绑在上面 所以所有的今天这个能耐呢 是非常好的 好不好 今天一开始 先来个九九神功的主题曲 先唱一遍 哈哈哈 喜媳妇 帝王先攻 帝王先攻 快来勒 快来勒 真的谁机会好 接着谁机会好 快来勒 快来勒 是的吗 男生最羡慕什么声音 两岸原声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最重要的是 姑叔城外寒山寺夜半终身道客船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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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OK啦 是不是 这种是最厉害的 那我今天呢 先来示范一下 什么叫做成功呢 好 我们现在呢 要钓一个很大很大的个大鱼缸 这钻什么的 就钻鲸鱼的 是不是 大鱼缸 是哦 这个太小了 我是说要钻那个在海里面的大鲸鱼 再换一个 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声音 听到那种声音就是 你在烧水的时候 那个蒸汽噔噔噔噔 师父 是 你说这个吗 这个是你做的 也太重了 没关系 大家不记得它的重量 我现在弄一个砝码 三公斤的跟大家示范 我自己有自备 哦 啊 赞 啊 师父 师父 这个是我刚刚吸管同体的 师父拿来钓啊 一开始总是要跟大家开个玩笑了吗 接下来 真的要好好的跟大家示范 帝王成功了 来 上 五 修 上 看到没有 这种身材 赞 马上 我们给它一个 轻一点的 慢慢来练 好不好 谢谢师父 好不好 我们太重的话就怕你是受伤了吧 好不好 你先拿着 好 这里把它这个先刮上去 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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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的 有气候的 会不会火上加油呢 大家静挺集叹 现在你们要最高潮的时候要进广告 不要嘛 哦 师父 就不能怪我了 你确定 你把吗 九九地盘成功要挂上去哦 挂上去 大 大 哈哈 哈 哈 大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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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尾的喜好 你没有摔下去 我们怎么凶 我凶 你要这样子表现的话 是我不能啊 哈哈 如果说是这样子 结束的话 你应该没有办法再来闷锅了 师父 啊 好重啊 掌声鼓励一下 好 不错 这个 待会就看孔师傅怎么表演 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谢谢 好 回来全民最大党 我是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 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呢 就是阿扁总统说 小马哥啊 没有LP 没有GAS 那么我想请问大家 在台湾当总统的人 要有怎么样的LP 6600108 66008 221 其实啊 这个 一些话题啊 可能是民进党创造出来了 但是大家长久流传下来呢 大家就一直在这边讨论 那么这个民进党也是从一而终 有LP 他就继续讲LP 讲到底就对了 这个 这个 有皮筛大的国家 他就继续讲皮筛大的国家 他是可以说是从一而终 上下一心 什么叫从一而终 慢点 民进党就是啊 外心做一件问题 不禁人死不休啊 郭凤芝先来讲一下 我靠你啊 你像他们现在啊 为了选举啊 他们什么样的支票 什么把他票都敢开 什么松山机场啊 住边的这些高楼啊 他那个高度限界啊 要完全的这样给他放松 这完全就是在骗选票啊 很多这附近的这些区民想说 还有 我现在一瓶啊 如果在民生东路啊 大概一瓶四十五万五十万 如果到时候啊 解除这个限界高度的话 还有 马上一瓶就看九十一百啊 每个人就骗成是什么 亿万富翁啦 这完全都在骗选票啊 这是啊 很糟糕的 所以说 民进党在这之后地市就这样 本来市場越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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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市场越高越高越高越当了 有可能又变一万富翁 怎么可能会是骗人的呢 另外呢 我先不要你朱凤之啦 李佣李大师 佩朱说一大堆的LP啦 没有一个是我们阿扁真正的意思 所谓的LP 大家英文可能都不太好 我教大家講一個 最簡單 最容易懂的LP的解釋 就是 愛台灣的人才能夠當總統 Love people就是真的LP的意思 國民黨 總統好帥 你媽贏 怎麼有愛台灣 你給他想看看 是你敢嗎 穿漂亮漂亮 丹丹心漂亮 每天他為了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身體重量還有 muscle 腿部的肌肉 你想做什麼 你要進學健美先生還是怎樣 怕什麼 怕一些婆婆媽媽喜歡外貌協會的人 把他的票留走 他才一定到顧著他自己的形象 最近有一個民調出來 說什麼微笑名人排行榜裡面 政治圈的白雙頭錢 就是媽英雄 你要漂亮嗎 漂亮嗎 漂亮嗎 我就愛台灣嗎 你就要有角色嘛 你就要做台商品 我明白嗎 我英雄就是沒有LP 你怎麼買那種襯衫 那種襯衫這個市面上很難買得到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這個就是 你知道嗎 這件事中心 你不要跟我說這件衣服 跟醃拔蠟的鮮 我每一個人都穿這件衣服 你們腳腳 有人敢穿這樣子的嗎 我教肖最好了 我叫小胸好人 先來講講 你要有叫小胸就不用穿這樣子 你知道你這樣子 我跟這件衣服來比較穿的 你知道嗎 你穿這樣子 敬夜店的話 全部都不見 就要穿一件衣服在漂流 你知道嗎 我們這樣逼逼逼 對不對 全外漂亮 我愛台灣 我愛台灣 豬鳳之長這個樣子 他有可能會打 打扮成這樣嗎 但是各位 我想 現在也該讓我真正 長得漂亮的人 說句話了吧 對 我也要告訴各位 我怕傷害到大家視網膜 這樣子好了 各位先喘口氣 待會兒回來 由漂亮的我為大家 做最精闢的分析 謝謝大家 這首 講得很好 我覺得余妹妹最有勇氣 最有L.P 因為她知道節目的流程 這時候不宜多講 對 我們直接看海協會記者會 女士們 先生們 讓我們歡迎海協會副委長 張明清先生 大家好 我是張明清 首先發布一則祖國內地 相當重大的有關於新聞主播方面的消息 在祖國 您只要一打開電視機 就轉到中央電視台 就能看到一對呢 這個巨男美女 手舞如刀 配合著輕快的旋律唱起歌來 唱歌的一男一女呢 不是什麼大明星 他們就是中央電視台 經濟頻道當紅的 陳堅主播 歐陽夏丹跟馬斌這兩位 這兩位人氣主播呢 一爆新聞 就先來個合唱新聞主題曲 這個做法呢 引起了社會大眾的關注 也提高了收視率 目前央視正在研議 未來是否可以運用黃煤調 或者歌劇的方式來播報新聞 除了增加趣味的亮點之外 也提升祖國同胞的文化素養 我們為這兩位 這個愛唱歌播報新聞的主播 掌聲鼓勵 非常好 媒體自由提問 中式關於台灣的經濟下滑 而且還輸給了南韓 您在看法怎麼樣呢 可笑 這個台灣的領導人陳日扁 日前說台灣的經濟不輸給南韓 這話呢就還沒熱 是吧 南韓呢 結果這個世界這個論壇呢 經濟論壇公佈了2007年 這個全球競爭力評比報告 台灣立馬就調到了第14年 輸南韓也不多 才三個名次 是吧 結果陳日扁呢 居然把這樣的一個 這個落後的情形呢 推給了說是 紅三軍 跟這個立霸的 這個王佑征的身上 原來這個一個 施明德一個王佑征 就能夠把台灣的經濟 帶向這麼樣惡劣的一個境界 他們兩人就能左右台灣經濟 是吧 那你乾脆就說經濟下滑 是林志玲造成的 好不好 說是他害的 因為他今年整年 都在我們那兒拍赤壁 知道嗎 他呢這個 在內地啊 讓台灣男人看不到志玲 就沒有心思工作了 所以呢這個生產率降低了 荒謬 Ridiculous 不管是誰害的 最重要的 我們還是得要感謝這個陳偉扁先生 感謝他把台灣呢 從這個第4名 帶到了第14名 下滑十個名詞 真是太了不起了 只要他繼續這個拼選舉 相信台灣的經濟落後 給菲律賓跟柬埔寨指口戰 尤其是最後一名的緬甸 可能隨時都趕上來 是不是 啊 那麼現在呢 是菲律賓來台喊你是老爺 是吧 以後呢就變成 台勇去菲律賓叫他們老爺 叫他們Master 是不是 我們胡口號 知識陳水扁繼續拼選舉 知識陳水扁繼續拼選舉 支持陳水扁把台灣人變成台傭 去喊菲律賓人老爺 支持陳水扁把台灣人變成台傭 去菲律賓喊菲律賓人老爺 非常好 你們下面有點亂 你們喊得還是特別好 是嗎 相當好 口號太強了 下一位 三例 關於蔣介石名單 台灣地區有人要去拆他的銅像 您的看法是 是的 這叫老狗呢 玩不出新把式 是吧 感覺上台灣的獨派人士呢 這個 沒事啊 就喜歡找蔣介石些恨 是吧 祖國這也沒啥意見 啊 台灣真是無聊呢 你就拆就拆了吧 是吧 啊 那麼蔣介石的銅像 如果拆了經濟能好轉 你就拆吧 是吧 啊 你拆了經濟能好轉 政治就能和諧嗎 是吧 小朋友的午餐就能吃飽嗎 啊 可笑 是吧 祖國也在拆 是吧 但是我們拆的是老房子 我們拆的是舊思維 啊 我們拆老房子要蓋新大樓 我們拆舊思維要趕上歐美 是不是 拆的是舊建築 蓋的是新城鎮 是吧 你們台灣就繼續拼 拼這些什麼爛經濟 拆蔣介石同校 是吧 拆到我們經濟地超過你們 其實我們已經超過了 是吧 我們再去幫你們建設這個台灣 笨蛋 是吧 好 下一位 東森 關於社界在中國上映 您的看法 啊 非常遺憾 基本上這是一個國際的大片 是吧 那麼因為這個祖國的 這個制度 事前審查制度 讓這個色界這部電影呢 在電影院播放的時候呢 一些重要的經典 對這個畫面的這個 露出人 人的信性的畫面 被剪掉了是吧 從頭出都可以給買得到啊 這是完整版啊 也就是這完整版 你可以看這梁朝偉的這兩個這個 他們就跟湯瑞這個激烈的 兩顆熱情一火的心啊 那麼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所以建議呢這個 鮮水電影院裡頭看啊 要是看得不過癮呢 你就買片碟回去欣賞啊 到處都走啊 就塵埃大街比較少一點 抓得緊啊 今天到這兒 謝謝各位 哎 副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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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好 回來全民最大黨 我是洪海的創辦人郭台銘 我們今天討論的就是 阿扁總統說 小馬哥沒有LP 沒有GAS 那麼我想請問大家 在台灣當總統 要需要什麼樣的LP 6600118 66008 221 哎呦 這個階段啊 好 朱鳳之 就該讓妹妹講點話 哎呦 真的沒有想到 你這麼高分配 倒還想講得出一點人話似的 我跟大家 剛剛已經做過預告了 現在由我呢 告訴大家 其實呢我想朱鳳之委員 不太了解 而且連余國勇 可能都沒有辦法像我這樣子 能這麼了解 我是徐國勇 小姐 他余國勇 我再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彥卓國勇 什麼事都懂得徐國勇 你不要怪他啦 他因為他眼睛都盯著鏡頭 沒有在看你的名牌啦 你沒有辦法像我這麼有LP的事 直接殺入藍營跟大家講道理 我告訴各位 為什麼做總統一定要有LP 很簡單 像我這麼美麗的女人就知道 一個有GAS的男人 就要有本事說 這是我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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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有別的男人要染指我 或吃我豆腐 或者是想要跟我搭訕的話 我的男人一定要站出來有GAS 所以今天我們的阿扁總統 還是真的有GAS的男人 當對岸呢 要伸出魔掌染指台灣的時候 只有他大聲的講了13次 台灣本來就是台獨 本來就是台獨 本來就是台獨 所以我認為 一個總統一定要非常的有GAS 就像一個好男人 要珍惜像我這樣有電的女人 是一樣的 謝謝大家 對 很多人都有LP有GAS 李前總統也講過 中共再大也沒有我老爸大 對… 大家都好像是很有GAS 當然啦 在九九帝王神宮裡面呢 孔師父跟那徒弟啊 這個也是滿有GAS 他剛剛啊 這個徒弟為了不讓師父獻醜 現在他們兩個又來了 我們再歡迎孔師父 豆徒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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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了嗎 這個一跳上來 這個一躍神功的 不是一般開玩笑的 不過小公今天咧 跟大家在這邊交個朋友 有有錢的 有政績人物 還有大美女 是不是 這邊就要算掉啊 好不好 基本上呢 看到他也可以練練帝王神功 我就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那一開始跟大家介紹什麼呢 什麼叫做鐘擺的效應 要提醒我們所有的政治人物啊 當人民需要你的時候 你往左邊 你就要往左邊一點 當人民需要你往右邊一點的時候 你就要往右邊一點 重點是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 Time is the money 所以說今天呢 時間就是今天 鐘擺效應 先給大家示範一下 什麼叫做最厲害的鐘擺效應 啊 啊 嗯 啊 啊 哈 錯了 就一隻錶而已耶 欸 什麼也行 鐘擺啊 而且那個錶還是仿茂的 是鐘錶 這是金錶 接下來要跟大家再示範一下 來 徒弟上去 我們錶已經示範完了 大家很清楚大家要示範鐘了嗎 好 好 前站一點 好 我們就拿一個小一點的鐘 你一笑 給你表現的機會啊 好 看到沒有 這就是鐘擺效應啦 好 如果說我們今天主持人 郭老闆 你需要來練習的話 準備個三億 馬上教你 謝謝大家 謝謝 這個社會很不公平 有這種才能的人啊 沒什麼錢 有錢的人呢 不需要練這種功夫 真是奇怪 好 那我們趕快 下一段又是愛台灣PK戰 我們直接抽籤 看哪兩位 搞不好就是音調師傅啦 真的是 許國勇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我愛總統 我都不講話了 但還會抽到我 好啊 五 四 三 我愛總統 總統愛我 歡迎收看我愛總統 我相信最近大家看到 阿扁總統的談話 大家都會振奮人心 阿扁總統說什麼 他說做總統的人 就要有LP 就要有格子 真正這句話說得坑腔有力 到底是怎麼來解釋 我們借這次訪問來問問 有一個阿扁總統 阿扁總統 感謝洪醫生 是 阿扁做總統已經要半年了 所以這八年以來 只有我而已 我最了解 做總統最重要的條件是什麼 那就是 要有LP 要有格子 有聽到嗎 阿扁總統大家都說他 這個英文發音發得不好 但是剛剛每一個音 都發得清清楚楚 大家有沒有聽到 格子 有聽到嗎 對 你看 這八年以來 我敢沒有LP 有啊 你當然有啊 沒要怎麼放掉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LP 形容就是 有格子 格子是什麼 就是有膽識嘛 對 就是膽識 GOT子 所以喔 我們說比較近的 我怕誰 去洋街上 我沒有 去洋街上 用發票來貪污 甚至說 百萬人走上街頭 穿著紅衣 要叫我落台 跟我鼻子 我都不屈服耶 我完全不屈服對不對 是啊 阿扁總統真的都不屈服 他哪有怕 蛤 怕說 台灣這條路 我有辦法 還在走下去嗎 是不是這樣 所以嘛 那時候我怕得到 所有的那些紅衣軍 對我搞得到 叫我落台 叫我落台 我又不在 叫他怕他 對不對 對啊 就是表示阿扁總統 真的是有LP 而且當時 紅衣軍那種氣氛 大家都覺得阿扁總統 應該要落台 甚至那時候 行政一張 收金衝 也有兵功耶 真的阿扁總統 他真的是有LB 有尬的指 他說不下台 就是不下台 實際我們來說 好啦 我們來說比較方便啦 2004年 總統台選的時候 我們說公投榜大選 在那裡反對 甚至不斷的揹個 對不對 人家說這樣會亂 說有亂 沒有啊 我們也照相做下去 對不對 我就是沒有退縮 連中國跟美國都反對 欸 說實際 那時候我也沒辦法說 中國 美國到底會做出什麼樣 對台灣真恐怖的事 但是我們也照相拚 照相拚 對嗎 絕對是對的 我們就要堅持 堅持做下去 欸 有聽到嗎 阿扁總統說那時候 他沒有想到說 甚至會考慮到說 美國跟中國 這兩個國家 會對台灣做什麼事 可見他這樣做 就表示說阿扁總統 他LP看多大 這是形容詞啦 阿扁總統 LP沒那麼大 但是 也沒那麼小 就算小 阿扁總統 也應該也很大 只要是比馬英雄更大 對不對 阿扁總統真的 比馬英雄更大 啊不然 他做這個事 他不怕中國的威嚇 怕美國的恐怕 大風大浪 他都不怕 欸 對啦 所以我要跟我們的國民同胞 說一件事 就是說 欸 要做總統 那種LP不是 什麼人都有啦 那應該算 醫生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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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你這樣 在媒體上面這樣說 我 別人還不覺得 你是在跟我 抱男 抱LP 欸 阿扁總統 你這樣說了五回 欸 你這樣指控的話呢 我覺得對我 我根本人是一個傷害的 我怎麼可能會講那種話呢 欸 我都是實話實說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公告嗎 阿扁總統的LP 全世界都在看 有啊 欸 全世界人都在注意你耶 你看你LP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尷尬啦 尷尬啦 尷尬有大 全世界都在看 對啊 我的LP 那當然啊 如果說阿扁總統你LP沒那麼大 是有哪一個人能夠把美國耍得團團轉 把中國氣得跳腳的是誰 那就是阿扁總統嘛 LP有夠大嗎 是 對對對 所以如果這樣看喔 馬英雄先生 他就是沒有主價 沒有那種叫小 來做總統 對 所以現在如果說到這種 LP的事情 我是覺得說 像馬英雄這樣 他做事情太大 太大 然後變來變去 這樣子就沒有辦法做事情 因為沒有 沒有LP 你如果想想這個 LP從哪裡就撞回去 欸 比較太太 就是這樣 阿扁總統你要知道喔 你如果真的有去外面玩喔 你就會知道那種狀況 那真的擠下去喔 小姐一個來喔 你就要吸一口氣 如果一口氣吸不上來的話 你就越來越不敢玩 你一口氣要吸上來的話 哇 你就越玩越起勁啦 你就越玩越有Guts 欸喔 你就越玩越勇啦 什麼什麼意思 欸 你不能告訴我耶 我做朱麒麟 真的是有所有有凭據的 你看看我這裡有 我這裡有資料你看看 我這裡有資料你看看 這裡的資料就是說 外面的酒店啦 怎麼玩法喔 有制服店有便服店 還有樂器行的 有樂器行的 欸 這 這 這公佈是嗎 會出來了嗎 是 公佈出來 你都看到會出來了嗎 你會出來了嗎 你會出來了嗎 我拿不到你啦 這是同業喔 其他朋友喔 拿我一些酒店 一些情色文化啦 這是我後一次要訪問的重點啦 聽到聽到 我愛總統 總統愛我為你們搭起酒店的 為你們搭起友誼的橋樑 新文娃娃娃再次再見 我們這不是我愛總統的嗎 怎麼是新文娃娃娃 我剛才說什麼 說新文娃娃娃 我說呢 我是真的嗎 我是真的嗎 主持節目是有多少 我真的是說新文娃娃 對啊 對啊 你剛才把我拔槍耶 你是不是你大膽 我告訴你 我學會沒有… 沒有… 沒有… 對啊 拜託耶 對啊 剛才那個真的不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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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來全民最大黨 愛台灣本土PK戰 我們兩方代表 一個是徐國勇 一個是孔師傅 還有鬥廚季老 謝謝大家 好的 我們請問第一題 請問中天電視台 在國內播出的頻道有幾個 兩個還是三個 你不記得嗎 5 4 3 2 兩個 三個嗎 三個 三個 你有沒有在看電視了嗎 中天娛樂台 中天綜合台 中天新聞台 對 有中天是最偉大的一個 快點答 第二題 請問小氣大財神 全民最大黨 大學生的梅 哪個不是在中天娛樂台播出的 5 4 3 2 給人家回答 你說大學生的梅 全民最大黨還會什麼 不曉得 這是哪個 我解念完了 人家都知道 這是那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 所以說你說小氣大財神 答錯 答案是大學生了沒 答對了 答對了 你幹嘛打到 第一 第三題 哪一個是台灣最早的素食店 答對了 答對了 答到 第四題 2007年台北國際牛肉麵節的總決賽 叫挑戰牛魔王還是挑戰大胃王 挑戰牛魔王 他講的 這是他講的 答對了 今天奇怪你們打起來怎麼都 要這樣打 好 第五題 承接上一題獲得冠軍的紅師傅面食戰 是父子黨還是兄弟黨 幹什麼 你把LP弄斷 兄弟黨 兄弟黨 答對了 第六題 哪一個沒有森林小火車可以坐 太平山 太平山 答錯了 拉拉山吧 答對了 是不是 這個 這個跟大家公布一下 因為有一個人 叫九孔常常去拉拉山買水壁塔 他知道沒有火車可以坐 趕快問答 第七題 承接上一題 阿里山的神木是屬於 章樹紅塊還是香山 紅塊 答對了 快 你哪有打 你幹什麼 等一下 陳國勇 你連那麼大顆的球都打不到 你怎麼參加11月24號的那個 藝園賽啊 對啊 在新冬棒球場趕快去買一個 我也來體育台啊 年代售票系統都有在賣 頭部青少年的這個 棒球基金 好啦 那都不會來啦 他們在拍連續劇 第八題 中山高速公路是哪一項建設中蓋的 十大建設六年國建 好 死了嗎 董事物 十大建設 答對了 好會麻耶 頭皮膚 第九題 台北清真寺是屬於哪個宗教建築 清真寺回教了嗎 回教答對了 好 我們進廣告 好 我們進廣告 好 回來最後一段 好 我們讓這個這個 李遙大師來做個總結 其實我要真的講的話呢 藍綠兩檔都沒有LOP 怎麼說呢 那範綠的真實人物像這個 就是什麼 看到沒有 綠豆 綠色的豆子 你給他一點點水 他就膨脹了 長出什麼 長出一個豆芽菜 但有很多豆芽菜 都是黑心的 所以他沒有LOP 沒有GUN 所以他不敢宣布台獨 你要有你就宣布台獨 對不對 好 那我想請問 那範籃的呢 國民黨像是紅豆一樣 有沒有 已經被人家戴上了紅帽子 就像變成一碗紅豆湯了 他還不自知 所以真正有LOP的就是我 像貢丸一樣 有台性 而且呢 又好吃 大家都喜歡 好 謝謝大家 好 這個講個冷笑話 那紅豆或者綠豆 遇到下雨天會變成什麼豆 黃豆 為什麼 因為穿黃以綠一樣 答對了 好 謝謝大家 收看 明天同意之前全民最大膽再見 謝謝 謝謝 什麼